我是Julie 謝婉如 婉如畫廊的負責人 婉如畫廊透過在世界各地參展的方式 將台灣藝術家推向國際 我們很榮幸於2017年3月 在香港的Art Central參展 在Art Central我們帶領四位藝術家參展 台灣知名的當代寫實藝術家蓮建興 受大自然啟發創作的公共藝術大師賴淳淳 法國藝術家Baptiste-Bernier 還有我本人抽象藝術家 婉如畫廊也代理多位的藝術家 如今年已經超過80歲的台灣當代藝術大師陳錦榮教授 曾在世界各國參展的藝術家葉芳 以及作品受到許多國外長家喜愛的藝術家李少榮 婉如畫廊的使命就是將台灣的藝術文化 推廣到全世界 也會在世界電視台播出藝術節目 把國內外的藝術文化介紹給大家 哇老師這是你的South Wind 好特別喔 好大 第一次就是之前就是在照片看的 然後這一次現場看就是感覺完全不一樣 就是風是從南方來的 南風 對 南風是就是很溫暖的 對 南風就是很溫暖 它是帶很多水氣的 對 南風吹的時候 所有的植物都生長得特別快 對 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種滋潤 然後呢讓整個大地的生氣 它就是長得非常的快 對 那其實南風呢在不同的地方 大概有不同的 像島嶼 我們台灣也特別在這個維度台灣這裡 它的南風就從南部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感覺 會覺得一種humanity的感覺 比較濕 對 對 對 像我看這個顏色就是很像是 風把那個顏色調出來 就是像這個風 然後這個風又吹 然後它又吵 對 對 就是很在晃動的感覺 對 對 它其實當然就是代表的是一種energy 對 一種流動的一種 對 像這一條就 就是很像是 那時候你在做這個作品 是不是你有感覺到那個風 那個南風 南方的風 對 它就是有一種力量 像是一個速度 速度 對 那當然代表也是一種陽光下面的 對 一種閃爍 就是陽光的這個關係 對 像每次我來你的畫室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很有energy 你知道嗎 對 但是有時候如果比較累還是怎麼樣 然後一進來就覺得 哇 很有energy 因為你的作品就是reflect一些我們 像我們就是燈啊 陽光啊 然後我們也是 我們的人也是進去也是這樣 裡面的話的reflection 所以就是整個環境很熱鬧很豐富 對 而且它會把那個周圍的光啊 就是說整個會融蠟進去 也就是說其實你在看它的光 它其實不只是說只是 mirror 這種reflection 它其實很多光 它有那種水光有沒有 那種流動的那個光的流動 對 對 然後你就是不一樣的角度看 它也會一直變化 對 一直變化 對 它會把光吸進來 對 讓它產生一種就是 其實就算我們把燈關掉 它還是會很亮 因為它一點點光它就會吸進來 對 對 很特別 beautiful 但是在看它 就在看它 很難以為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应宛如画廊的邀请参加香港 Acentral的艺术博老会参展 那本年间新闻有参加 我有参展三件作品 那现在这件作品是 《梦图开影之茶壶三奇异》 后面这个是金瓜石的特殊地景 它是个废墟地景 那旁边有一些以前工厂设置的一些排烟的排烟馆 然后整个街道天空 那这就是一个茶壶三的一个 刚好它的一个地景 它的造型也很像一个茶壶嘴 所以以这样一个地形为一个创意发想的场翼 那下面有一些楼梯状的东西 像一个人文废墟的空间 还有下面有一些刻意安排的一些那种 西洋期崩毁的一种废墟场翼 以及它就是像现在那种文明设施的一种象征 然后经过一个时间 或者因为它那个矿场墨落 然后往华落近之后的一种荒凉地景异象 或者是一种意望崩坏的一种异象 然后它相对一个空中的一个大象 大象的一个精神导演 因为大象在佛像里面代表一种智慧 然后它一个佛像的一个石雕在上面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心灵的一个精神尝语的空间 那它相鼻子的长度 刚好跟那个潮山的符嘴是相对 它有点像创世纪的那个亚当跟夏娃 那个第三类接触的一种意象 所以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精神仰望的一种天空之岛的一种想象 或者它是一个天上人间的一种一种美好的想象 然后这个猫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拟人化的象征 其实它本来是视角着地的 那我让它好像一种人的一种样式 那这个感觉上 因为我作品很多都是以一种废墟场域作为一个场景元素 然后会有一种土地情感跟环境关怀的元素 那它暗示就是一种科技国度发达 然后人类在地表消失之后 那可能接管这个空间的可能是这些猫群 所以猫也可能是一种进化的物种 所以它会有一种一种模拟一种人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行为 那刚好这是两者好像是一个对话的关系 也是一种欲望昇华的一种表辰 因为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 透过一些比较复合式的一种符号异象 去呈现一种欲望的状态 像这个大象党 它的尾巴它是一个舌头 它是一个舌的造型 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一个舌吞象 然后舌吞象它就是一种欲望的象征 因为舌它很小 但是它把整只大象吞下去 其实它是不是有办法去承载它跟消化的 所以这个里面也变成一个荒谬的一种图像 然后让人家去做一个联想 它是一个漂浮的导音 这个好像刚好经过这样的一个场影的一种瞬间相应 然后触动的一种情愫 那这个猫本身它有一个动作就是它在吹气球泡泡 那这个吹泡泡有时候在视节画面就是刚好 可以连结地面跟空中之岛的一个关联性 然后也增加一个视节呈现上的一个合理化的一种可能性 那包括那个岛上还有一些瀑布会流水流到水面上 所以让应该不是很合理的画面在技巧上 这种绘画技术上让它产生一个合理化的一种视节可能性 像那个烟囱管跟那个大象的鼻子 其实它有一种相似性的一种意象 相似一个两个手臂去做一个沟通 就是意望跟一种节制亲近之间的一种梳理 或者一种进化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一件作品是大象冰山漫游台北盆地 我作品有三个麦克服就是陆海空三个系列 然后这个是陆成片的系列作品之一 那这件作品其实就是以一个温室效应的一种災难想象画面 就是当那个地球的轴心转移 然后台北盆地变成一个极地的时候 或者那个北极的冰山漫游到这个亚勒带的台北盆地的一种想象的光景 那这里面当然还有以企鹅作为一种女人化的象征 当人类消失在这个地球的时候 或是那个企鹅来取代人类的地位 那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想象世界 所以当沉地入成之后 那它本来应该是一片石集 但是我创作上还是引起在画面上加上一些 比较一些乐观奇形的一种想象 因为大自然其实它是生生不息的 当人停止一些文明开发或者宗旨 一些磁细的污染 其实大自然还是会有一种修复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它是有一点环保议题的一种沉痛心情 但是基本上在地球之眼上 只要你烟一去呵护它去 它就会生生不息 然后它自然会回馈地球上的一些生物 一个生存的乐意 这件作品是梦土堪雨之基隆山怀抱 然后我作品里面的海陆空 刚好这次三张作品 就是有天空的跟水底的 还有陆地上 那陆地上我的作品我都会有一个 梦土堪雨系列的作品 那这张是基隆山怀抱 那这个后面那个是东北角 台湾东北角那个基隆山 那原来是一个熄火山 那因为它本来是金瓜石周边 然后它是产金矿 日记时代一个重要的挖金矿的地方 那现在因为已经产业没落之后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临近的山城 那下面原来这边都是一个矿村 那早期是因为采矿而积极的一个季落 那现在其实它就回归一个比较自然 很淳朴的一种城乡的一种悠闲生活 那现在也有一些观光客 有时候会上到那个九份山上 因为这边是水晶酒 这边是水兰洞 那这边后山就是金瓜石 左边那边就是九份 那因为我以前也是矿工 然后我们的故乡就在这个 金瓜石的后面的双溪乡 那我每次要往双溪的时候就会经过这里 然后一到这个地方 我会有一种很临时前涌的感觉 因为我很多创作的一些灵感 都来自于这个水晶酒 这一代一个传统 就是那个矿区的一些方会的景观 因为它有一种 产业没落之后那种 那种繁华落尽的一种感伤 然后有一些废稀的地景 那这些一些有气的一些场景 是台湾很独特的一个特殊的地景 那这些作品 其实基本上在描述一个 比较宁静的很朴实的一种三七岁月 所以这里面像里面有些小小的几只黑狗在那边路上追逐 或者屋顶上面有两个恋人在那边拿手机在拍照 那种写实话就是你必须相对的细致 它就要相对的心情就要很沉浸 然后去很用心去观察我们的生活处地一些感动的一些元素 那这个旁边有一支飞银琴 那个飞银琴可能就是艺术家本身的一个视野 它从一个角度去看向这个风景的一种观点 这样 后面眼看基隆山 它实际上是一个美人的一个头像 它有一个头部跟鼻子跟下巴 一个异象 那它从另外一个 边台公路的角度看上去 它还会有点像日本的富士山的 所以它还有几个地 就是基隆山 然后一个美人山 还有什么富士山 这样一个地名的一个称呼 然后这个左半面 其实它本来并不是一个矿场的废隙 那是我自己把主观上去做一个合成的改造 就是把一些我在北台湾收集的 田里调查的一些矿村的记忆 然后我就把它融缩在这个厂液里面 因为相对于你这个旁边的一个矿村记忆 那做一个有气的一个三层对比 所以孟主刊语里面 其实讲的就是有一些这种 就是调查的一种严肃在于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矿坑口 那这边有一个马达的 脚锁的那个控制台 那这个马达的可以把那个矿车拉出来 然后可以 然后矿车可以出坑道之后 可以在这边作业 然后这边有一些 梅沙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那这边还有一些工厂的一个 细水室之类的一个浪漫想象 每个小时期间的一种 一个小时期间的一种 这么大的小时期间的一种 好多的小时期间 就这边有多多大事 都不错了 这个小时期间的一种 这么小时期间的一种 最后一种大事 就这边有一个小时期间 是什么小时期间的 一种小时期间的一种 对比较小时期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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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c ça c'est une nouvelle direction que je poursuis et que je compte approfondir à partir de maintenant